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她是一号皇庭里犀利果断的检察官丁柔 也是在见叶阳天里外柔内刚的前妻谢秀巧 作为早年的TVB当家花旦和亚十一姐 陈秀文给观众带来了无数好角色 然而与她饰演的这些有胆识有主见的人物不同 陈秀文的骨子里 眷刻着保守与传统 她用尽心力维护着自己那支离破碎的家 为此不惜负债千万与妹妹绝交 陈秀文把自己锁在名为婚姻的笼子里 困至绝境半生不得逃脱 上周亚十一姐陈秀文罕见接受了郑丹瑞的专访 大方分享了自己的近况 近照中陈秀文穿着深蓝色衬衫出镜 配上一头清爽的短发以及清淡的妆容 打扮大方得体 已经59岁的她身材略显发福 脸胖了一圈 但皮肤紧致少皱纹 气质依旧出众 郑丹瑞爆料 这十年来陈秀文对调制香薰精油 产生浓厚的兴趣 甚至花了一年时间学习考证 陈秀文承认 自己确实已转型成香薰治疗师 不过一开始只是玩一玩 没想到朋友们以及粉丝知道后 都说要买她的产品 于是她专门开了一家网店卖香薰 陈秀文施亚是出身的 外形不算太惊艳 但气质温婉动人 她很受高斯们的青睐 客串了两三部戏后就有机会当女医 她也没让大家失望 主演的聚集口碑和收拾都很好 迅速在电视台站稳脚跟 转投TVB后 陈秀文的发展继续顺风顺水 主演的聚集轻松成为收拾冠军 不得不说她真的是一个很有观众员的艺人 然而自从两年前拍摄完电视剧《教书》后 陈秀文就没再接戏了 不少人都以为她要吸引了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了 她暂时都不会退出演艺圈 称有机会还会演戏 但不会勉强自己 遇到适合的戏才会拍 也难怪陈秀文没有以前那么拼 毕竟她不用为老公还债了 1962年 作为长女的陈秀文诞生在一个书香世家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在耳濡目染之下 陈秀文生性内敛且保守 16岁时 陈秀文走出中学校门 做了一件大事 瞒着父母参加香港 立的电视台的议员考核 顺利进入了议员培训班 父母想让陈秀文考大学 得知这件事后 自是极力反对 陈秀文不敢硬降 想出了一个主意 她先顺着父母返回学校继续学业 放学后又立刻前往训练班 看女儿这么辛苦坚持着 为人父母也不好再多家阻拦 陈秀文得以如愿 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是有缘分的 有些人我初次见面就会讨厌他们 但与另外的人一见面 就像有一股电流流过全身 一年后 在新变色龙片场 实习客串的陈秀文 遇到了她的此生劫难 她对片中主演林国雄一见倾心 几番周折 两人成为了朋友 在有心人麦当雄的撮合下 陈秀文迎来了与林国雄主演的爱情片 咒语中的阳光 戏甲情真 他们迈入热恋期 接下来几年 对对胡加春秋等连续几部剧的合作 更是使二人感情升温 1983年 瞒着媒体 21岁的陈秀文迫不及待地 和林国雄踏进了婚姻的殿堂 我知道一山还比一山高 我丈夫肯定不是世上最英俊最潇洒的男士 但由拍拖到结婚 我从来没有想过可能会再遇上一个比他更好的男人 真的从来没想过 婚后的日子并不如意 林国雄开始嚷着要出家 陈秀文百般苦劝 终于打消了丈夫的念头 想着要好好照顾丈夫 他慢慢淡出演艺圈 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四年 儿子林尚志出生了 小家庭突然面临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林国雄的事业始终不温不火 刚生产完的陈秀文只好尝试复出拍戏 1990年 林国雄毅然退出娱乐圈 决定从商 他的方向是房地产生意 可是有了方向 却没有启动资金 他找到陈秀文商量此事 为了支持丈夫 陈秀文没有犹豫 谈好价钱 他立刻签约TVB 主演自淑女等剧 拍戏时 每个演员都会遇到的亲密戏份 成为陈秀文卖不过的坎 面对不是丈夫的陌生人 他格外放不开 《一号黄庭》里 陈秀文和欧阳振华的很多戏份 需要在床上完成 他为此特意要求盖两张被 将彼此的身体用毯子分开 防止肌肤接触 吻戏更是使他尴尬不已 在演艺事业上 他足够幸运 这些瑕疵没有影响剧作大火 陈秀文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TVB 当家花旦 另一边 林国雄的事业却是屡战屡败 巨大的钱财亏空 逼着他又来找陈秀文解决 陈秀文满心满眼的夫妻一体 不得不想法子帮丈夫填补漏洞 正逢与TVB合约到期 亚时送来一大笔钱 邀请陈秀文过档 陈秀文便将签约金交给丈夫 投身亚时为他量身打造的 再见艳阳天 一炮而红 陈秀文稳坐亚时一姐的宝座 接下来陈秀文不缺偏约 可是仍然缺钱 林国雄的金钱亏空再继续 他开始向外人借钱 每次都能成功 所有人都信任他 因为他一开口 理由就很充分 我是陈秀文老公 你认为我会没有能力还吗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有这样不知悔改的丈夫 陈秀文终究迎来了大灾难 1998年 林国雄把一个僧人好友带回家 他告诉陈秀文 他们想在内地修建佛教大学 两个人天花乱坠地说了一通 陈秀文明白了 他们需要一千多万港币 金额庞大 陈秀文有点迟疑 但他还是选择相信丈夫 向父母弟妹 以及同事好友借钱 他筹错够这一千多万 交给了林国雄 以林国雄这些年的败家 和不成器来看 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所谓僧人好友 携款潜逃 这桩生意成为水中幻影 陈秀文拿出的一千多万 并不是全部损失 在此之前 林国雄已经向外人借了一圈 其中不乏高利贷 房屋抵押等高风险款项 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 林国雄又用要出家的借口 消失在风暴中心 债主们很快找上陈秀文 逼他还债 住所附近偏长里外 公司门口 随时会遭人围堵 陈秀文所在之地 留下了满满的欠债还钱 天公地道八个字 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 但他对丈夫依然信心满满 我们都信佛 明白好多人都会这样做 他又不是不会回来 我兼顾到照顾南南 眼看追债人打扰到儿子的生活 陈秀文带着孩子狼狈搬家 祸不单行 陈母受此刺激病倒 被查出癌症 仅仅过了四个月便离开人世 老人家在闭眼前 唯一放不下的就是陈秀文 但他也知道 这个女儿已经无药可救 他叫了银行经理 瞒着陈秀文把户口余下的百万元 全数交给了小女儿陈嘉玲 陈秀文未躲债东窜西逃 又痛失至亲 人生坠入黑暗 林国雄依然处于人间蒸发状态 没有人来安慰她 分担她的苦痛 眼看姐姐受罪 妹妹陈嘉玲忍不下去了 她公开大骂林国雄 是放毒气的缩头乌龟 把姐姐及亲人当人肉提款机 又再三劝陈秀文离婚 并承诺会照顾姐姐余生 然而陈秀文没有理会 只是淡淡回应一句 本事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陈嘉玲失望至极 决然与陈秀文断绝姐妹关系 爱一个人 如果可以做到你这样颠倒黑白 和是非不分的话 我宁愿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 这场姐妹决裂还是有用的 林国雄终于现身 她的回应却更加见证了 陈秀文的坚持是多不可笑 我知道陈秀文不能没有我 除了很爱我 她一太听我的话 我愿意以离婚作为赎罪 掌握着陈秀文 无比传统的婚姻观 林国雄算准了 陈秀文离不开她 如她所料 陈秀文为了这个家苦苦支撑着 不惜卑微到尘埃里 不管外面的人怎样说 依然守候 坚决伴我同行的你 闹剧终究要结束 2011年整日被人追债的生活 严重影响到了儿子林尚志 林尚志搬去学校住宿 甚至患上自闭症 陈秀文痛下决心 签字离婚 散尽家财 独子离开 陈秀文租住进大部村屋 穷困潦倒 日子愁云惨淡 这场28年的婚姻 换来的是一代荧幕女神 现身泥脑 无法自拔 像我喜欢阑珊咖啡 喝了十几二十年 因为我找到了那种口味 我觉得这种味道适合自己后 就不再想尝试另一种味道 这么多年过去 从婚姻好劫里逃生 仍有吸引的陈秀文 拍剧唱歌公益样样不辣 虽然没办法 回到从前那样光鲜亮丽 却也不必像从前那样 体心吊胆 妹妹与她和解 关系重归于好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前进 陈秀文的保守 导致她坚持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离 即使婚姻已然成为了一副枷锁 她也不愿主动逃脱 这一生沦为笑谈 可悲可叹 其实最后你发现 这个世界没有你的完美男人 根本找不到 坦白说 59岁的陈秀文 还算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一个人 她深知曾经风光一时 但不表示能够风光一辈子 所以早在十年前 就已经淡出了影视圈 事实上看如今的陈秀文 在她身上已经感受不到 昔日的明星风采 尤其是明显发福后 就像是一个寻常的中年妇女一般 但是气质还是优雅的 所以是优雅的老去了 往事只能回味 经典难以重塑 所有的美好都留在过去最好 如今的陈秀文 看淡了一切 只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